大家好,欢迎来到表书看世界,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国内的事情,聊这个目前火爆的一个话题,就是股市。 众所周知,最近这一个月来,这个新年刚刚开始,可是这个股市呢,不断的在往下跌,造成了很多的股民崩溃, 纷纷的前往美国祝福大使馆,微博下面去留言,让美国救他们一把。 那么昨天呢,其实我弟弟也打电话来给我,就是问问我对中国股市的看法。 说老实话,我对中国股市一点都不太了解,但是呢,有一点事情我是非常清楚的。 那么就是说什么呢,中国的股市和美国的股市相差,实在是太远了。 中国的股市,大家也都非常的清楚,中国有很多公司上市,它究竟是不是非常的透明。 说实在的,作为普通的股民来讲,应该不会特别的了解。 那么第二呢,中国的经济和市场,在很大程度上,是受这个中国政府和这个行政干预来指导的。 从这两个方面上来看,在中国炒股票,或者是玩股票的话,对于普通人来讲,风险是非常的大。 我弟弟,他实际上在好几年前就开始一直在买股票,然后这个股票市场一直也不吃很好,所以我早就跟他讲,我就说啊,你得赶快把这个股票卖了算了,不要再玩这个东西了。 他一直跟我讲,哎呀,没有办法,已经被套牢了。 那我现在一出手,不是亏本吗? 那么他一直就是抱着这种心态,那么到现在,大家也非常清楚,好像是上个礼拜吧,有一天,上海交易所的指数,好像一度是跌破了2700以下。 然后呢,好像是一直在2700左右徘徊,那么大家呢,实际上啊,如果仔细的去了解一下,这个中国的经济总体上来讲,是在大萧条阶段。 所以说呢,政府如,啊,如果想救世的话,啊,也并不是那么容易,所以你作为小的股民的话,如果你不及时出厂的话,不及时把他抛售的话,你的损失可能会更大。 我记得前一个礼拜吧,我看了国内的一个微信啊,说是这个,应该是胡锡进吧,胡叼盘啊,听说他也炒股,而且他的股票也是损失的挺厉害的,所以他和这个司马南据说在网上互掐了起来啊,而且他还说,这个胡锡进还说,他对这个中国的股市还是有信心的。 啊,然后他自己呢,又去啊,这个多买了,据说是七万人民币的这个股票吧。 你想想,他一个礼拜以前,或者是两礼拜以前,又把更多的钱投进去的话,那么他现在应该是损失的比较铲重啊,很多人恐怕连本都保不住了,这也是为什么啊,最近最近两天,据说这个美国大使馆的这个微博下面, 全都是股民们啊,股民的留言,其实呢,不光是中国的股市跌的一塌糊涂啊,如果你现在不尽快离场的话,跌到零都难说啊。 所以这个呢,也是我跟我弟弟的一个警告,我说,我过去很多年以前,我自己也炒股啊,当然那是在美国啊,那个也是啊,很多年前,应该是互联网泡沫的那一段时间啊,我是在互联网泡沫爆发之前啊,也是去买股票啊。 而且呢,自己真的是没有太多的知识,完全是凭印象啊,就说啊,哪家公司应该一定会涨啊,什么加果纹啊,压火啊,之类的,很多都是这种互联网的这种科技股。 啊,当时很火爆嘛,所以想跟风,就跟着风,结果没想到后来全跌的是一塌糊涂,啊,造成我的损失惨重啊,自那以后我就再不买股票了啊,我都是去投资这个共同基金。 相对来讲呢,这个风险要比买那个股票啊,要低一些。 所以呢,我就跟我弟弟讲啊,你如果很信价啊,当时在三千点的时候,你就应该把它抛了,对不对? 三千点跌到两千八啊,说是要保卫两千八,到最后要保卫两千七了,那么下礼拜可能真的是保卫两千六或者两千五都难说了。 你这就看着你这个本金是越来越少,是不是? 其实呢,也不光是股票了,啊,中国的房市大家也是,啊,应该是更清楚,对吧? 据说,啊,据说中国的房市,哎,好像是绿地,是不是? 啊,绿地应该是上个礼拜吧,据说也,也有风险了,啊,也有很大的问题。 那么现在呢,我是看这个,啊,一个外媒报道,应该是日本的吧,啊,说中国这个空污的,这个空置率啊,可以容纳1.5亿人,而且去库存的话,需要五万,啊,就需要五年以上。 而中国的人口现在又在缩减,对吧? 对住房的需求,那肯定是,啊,进一步的下降。 那么那么多的空房子,究竟该怎么办呢? 对吧?我看到很多城市的这个,啊,房部购买的限制都在解除,是吧? 哎,但是你即使是解除了的话呢,也不见得有人去买,为什么呢? 因为大家的兜里没什么钱了,他还有什么钱再去买房地产呢? 而且很多人自己有自己的住房,对吧? 他为什么还要再去买呢? 特别是目前的经济下行非常的严重,啊,现在都是大家把钱看得紧紧的,对吧? 如果还有钱的话,啊,不可能擅自的拿出去投资。 就包括我弟弟,他自己,啊,除了自己住的房子以外,他还有房子,啊,还有房子,啊,好像还有两套房子。 那么有一套是出租,啊,有一套呢,是自己就是空着,偶尔去广州的时候呢,或者待在广州的时候呢,啊,他在用,啊,因为他不住在广州,他住在,家是在另外一个城市。 啊,所以说,就是说,作为很多中国的中产阶级,啊,他们自己可能都有这一类的投资房。 啊,那么我前,前不久也有一个朋友,他幸好,啊,他还抛出来的,抛的,抛售的比较早,还把他卖出去了,啊,在北京,啊,卖的价钱还不错。 那现在,说实在,你现在卖,包括,啊,观看我这个节目的,这个国内的,这个观众朋友,啊,也那天在说,说,哎呀,想办法得把房子卖出去,啊,卖出去以后,好,来投资移民。 后来我问,我说是好卖吗?他说,哎呀,实在是不好卖啊,但是呢,又不很新,把价格降得太低。 啊,所以你看,中国的股市,房市,啊,是不是,都是非常非常的,这个,啊,糟糕。 而且呢,外媒报道,就是对中国房市的这个,啊,发展啊,这未来这五年啊,是完全的不看好。 我个人觉得,哪只五年啊,不止五年,可能时间会更长。 所以对于手中仍然有不少资产的朋友,你真的是可以考虑,要尽快的出手。 因为你不尽快出手的话,一旦经济,这个,这个,啊,这个危机爆发,啊,那么你进入了这些手里的房产,你恐怕真的是不值几个钱了。 真的是,啊,因为我个人,啊,是有经验的,啊,因为我手上过去有很多的房产,从这个农场,对吧,农场上还有非常漂亮的房子,然后还有这个学生住宅,啊,还有我自己的办公楼,啊,后来全部把它卖掉了。 哎呀,幸好,我把它全部卖掉了,啊,因为正好就是那个时候卖掉的时候,正好就是疫情爆发的时候。 如果要是不卖掉,这几年也是损失惨重,啊,你要想租都租不出去,对吧,你要想卖,卖不出去。 所以呢,我建议呢,如果手上,啊,还有这种房产的朋友们,啊,可以考虑,这个,要及时的止血,如果,如果你不及时止血,你可能,啊,可以猜想到,这个后果是什么。 好,今天呢,就跟大家聊到这儿,啊,然后呢,我弟弟说,他看来是,实在是没有办法,干脆就把这股票卖了就卖了,免得天天的提心吊胆,说不定哪一天啊,真的是,啊,归零都难说。 好,别忘了订阅表书砍世界,咱们下次再见。